今天早上收到一個Supply的驚喜 感謝你們送給我的聖誕節禮物 哇哦 有葡萄披薩 拌炒飯 很喜歡的麵 蔬菜 味噌 Sparkly Ross 橘子 Date 哇哦 謝謝你們 謝謝今天早上朋友 寄來給我的 請Vetress宅配送來的披薩 想說先來吃披薩 披薩打開來的樣子 很美 現在放入烤箱去烤 想說來弄個炒青菜 晚上可以吃 那剛好我吃完了 非常好吃的披薩 那我現在要來準備晚餐 因為我等一下要再繼續 會陶瓷工作是工作 我想說大家工作完結束 肚子會超餓 所以現在趁著我吃完飯 然後有一點點的時間可以休息 就先把晚餐處理好 那這個是我今天買到的 Spring Onion 38P 然後其他的材料都是今天早上送到的 那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Vetress的香菇袋子 超可愛的 很喜歡這種香菇袋子 感覺就是特別有味道 然後他上面還有寫不一樣香菇的名稱 Crow's Cup Chastonard Cup Large Flop 然後這是我今天收到的香菇 然後洋蔥 我最喜歡的Clean Sprint 這一家出的味噌 豆子 櫛瓜 青椒 那我就一起來炒青菜吧 我好像很久沒有拍我煮飯的影片 因為最近在門火的過得非常的充實 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12月份是我工作的強度非常高的一個月 除了做創作 賣作品 半展覽之外 還加上寫很多的申請表格 填了很多表格 都是關於2025年的工作計劃 有住村的計劃 也有國際交流的文化活動 或是辦展覽 在藝術創作的世界當中 競爭非常的激烈 同時我也收到很多失敗的信件 那例如我申請了一個住村的機會 對方還會付我來回的機票 有兩千多份的報名表 然後只錄取三份 那我就是那個沒有被錄取的人 所以我必須非常的專心 收集資料 讓我的申請表格更有分量 讓評審覺得說 哇我選這個藝術家 他的確是可以扮演好藝術家的社會責任 願意用藝術文化交流活動 藝術創作 來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因為他是一個願意喜歡跟小孩子互動 喜歡跟當地人互動 願意真心的分享 超時藝術創作的人 那我這次沒有被選上 所以就代表我的申請表格 是沒有吸引到評審的目光 我必須要反思思考 為什麼自己的失敗 為什麼這次的申請表格 沒有辦法成為那三個人 兩千多份的報名表 然後我就是沒有辦法成為那個 被選上的三個人 所以就是要花更多的時間 來加強一些細節 寫作的 英文寫作上的一些小技巧 以及讓自己的履歷表更加的漂亮 吸引評審的目光 所以很多細節 沒有辦法在一兩個月完成 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自己的履歷表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很珍惜 每一次展覽的機會 每一次和不一樣的機關 博物館畫廊合作的機會 因為每一個機會 也許看起來很小 都可能成為 都可能幫助自己成為下一個 拿到更大機會的可能性 所以每一步都要非常踏實的 去執行每一個計畫 這就是我12月 工作的強度非常高的原因 我怕YouTube影片也可以記錄我生活 也可以讓自己 有一點點塑壓的空間 那我是一個很喜歡煮飯的人 我喜歡花時間做吃的人 但是有時候就是真的沒時間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是把這個煮飯的過程當作 塑壓的方式 那煮出一堆好吃的餐 我想最主要的來源 最主要的來源就是要有新鮮的食材 有好的食材 有好的食材和充滿愛的過程 很多人也許覺得很假 但真的就是這樣子 如果用心料理 每一個食材 好好的煮都可以煮出一頓 很普通 看似普通 但是卻是充滿愛 健康的料理 那同時也是充滿了 對自己和別人的祝福 這樣子食物吃起來才有意義 也才有能量 對我來說每一個食物的取得都得來不易 對我來說都非常的珍惜 即使是減價食物 也是特別的珍惜 因為在英國這個高度物價膨脹的時期 能有新鮮的吃菜 能吃到新鮮的蔬菜 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所以我特別珍惜每一個可以吃到新鮮食材的機會 謝謝朋友送我這些食物 我非常的感動 祝福你們在台灣一切平安健康 謝謝 菜都切好了 可以開始煮了 加上一湯匙的味噌 擠下去攪拌 開動吃晚餐 菜菜晚餐 感謝送來的 Egg Fight Rice蛋炒飯 和昨天的菜成為今天的中餐 謝謝 今天還來嘗試吃這個 哇看起來蠻好吃的 好吃 謝謝你們 好吃 然後來吃這個 Quick Style Yoga 今天晚上吃的是egg noodles 开动了 哇 都奇悟了 今天在超市发现这个 我从来没吃过的食物 Mushroom Wellington Puzzles 然后它是纯素的 保存期限是到12月23 原价4磅打折之后2.80 让它放进烤箱烤 他说是烤190度 的话是需要30分钟 然后还买了个 Hashburn一起下去烤 再加上这个朋友 送我的Pizza 一起下去烤 星期六的午餐 Pizza可以开始吃了 其他东西还没烤好 把Pizza拿起来 因为已经烤了15分钟 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感觉 第一次吃这个派皮面包香菇 很好吃 哇香菇 里面除了香菇之外还有泼菜 这是我在Cope发现的圣诞节食物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圣诞节有出 应该平常也有出吧 只是我都没有注意这样子的派皮食物 有点像派对食物吧 比较少吃这样的东西 今天想说是礼拜六就来尝试看看吧 最后感谢 您点开这部影片 祝福你们一切平安健康 感谢朋友在台湾透过网路 从英国超级市场Waitress 再配食物给我 非常的感动 也祝福你们一切平安 同时也感谢我当地的超级市场Cope 有很多减价的食物 陪我一起度过 这个高度膨胀 膨祸膨胀的时期 今年即将结束 很幸运很感激 能继续活在这个地球上 谢谢我的妈妈也很坚强的抗癌症 努力的活下来 希望明年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 预先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一切平安 万事如意 我是温西 我是一名陶瓷艺术家 我的频道就是记录 我在英国的生活 D&D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次见 拜拜